我们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 从事什么工种 首先现在不是一个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 它是一个要求团队协作的时代 团队协作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 就算你再专业 你是顶线人物 但是你一个人也完成不了 你也需要有团队来合作 你如何去化解问题 你如何去表达自己 你如何去沟通别人 这就是情商所能决定的 而不是智商所能决定的 是情商高的人才能够协调 各个智商高的人来共同为一件事情 去出谋划策去完成它 也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帅才和降才的区别 永远都是帅才领导着降才 而不会降才领导帅才 但是如果是情商高的人 他永远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能够把这个事情不要太闹腾 不要太激烈 平心气和地去讨论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推进 没有任何性的作用 还有有一点 其实智商和情商 我觉得都有先天的成分 也都有后天的成分 只不过看你怎么去用它 怎么去把它变成你真的实力 我觉得智商这个东西 的确你聪不聪明 那你的确是可能基因当中决定 但是有些时候 如果你能够耐一下心来去读书 如果你能够多去锻炼 然后多去深入去了解一个事情 也能够提高你对于这个事情的领悟能力 这也是智商的一种体现方式 我告诉你小强老师 其实智商高 当你在高到一定度的时候 你要把它高度发展和推广的时候 他做不到 智商高的人往往是以自己为中心去处理问题 而行商的人高的人 他也有具备了一定的智商能力 他不但能够和智商高的人沟通 而且还能把智商高的能量 如果是一倍的话 我能给你推广应用 到时